這鮮的泡泡 現在它又冷藍了 下面也蓋了幾個鮮 都空的 對啊 工廠後方的邊坡 五年前大五輪溪流水災 就出現土石嚴重滑落 現在雖然暫時用帆布給蓋住 但地主擔心 大雨一來 溪水暴漲 會發生第二次的沖刷 這一塊你看 這一塊 因為前幾年 差不多兩年以前 前面再有做一個什麼 藍沙壩 就是烏嶺街以後 後來就是 它玄街上來就是有做藍沙壩 我們前面這一塊藍沙壩做起來的時候 我們這邊的水流就積得更高 積得更高就是說 兩邊的泥土更鬆軟 我就怕有一天 如果繼續再沖走螺石肉 是不是造成我們更大的一種危害 廠區內堆放大批的石塊 去年地主找吊車把大石塊堆疊在溪中 當護欄 希望停止災損 也用帆布蓋住 但卻照應檢舉 質疑大石塊會阻礙水路 政府接獲檢舉依法開罰 要求地主把石塊吊起來 原來本來他們是這樣 蓋蓋蓋蓋蓋蓋的 阿阿算說水來就 不會一直往我們這個這個這個 墻壁沖刷 蓋蓋後來之後就是有人翻證說 這樣水流 會搖搖就對了 會妨礙到水流 所以我朋友又吊车把他吊上来了 毕竟主要还是涉及到水土保持的问题 因为他讲说做护体 实际上在这个地方做护体 也不见得其他民众会同意 因为这个算其实算蛮自然生态的地方 所以其实就先来讲 随时对面也有其他的民众也都有在看着 下方边坡属于国有参与管辖 公部门资源无法介入地主求助门 早上金融市议员林佩祥办理会刊 由于2号锡被认定为是野锡 加上边坡护栏师座有一定的工法 市议员林佩祥提出了建议 是一个很典型的三不管地带 也就是说因为这边是被列为天然野锡 所以他们在防治水患的时候 没有把这边的规划放进去里面 所以就算地主有意愿来去做护体的修缮 护案的修缮 但是也是很容易被其他人所检举 因此会吃到罚单甚至官司 所以佩祥今天办这个会刊主要是想说保护 民众的权益 保护民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目前会刊的结论是短期之间 我们会联络市府 请他们派专业的水保技师 来跟当地的地主沟通 怎么样在法规允许的状况之下 来去做护案的修缮工程 第二就是针对长期计划 佩祥也会见请市府跟中央机关单位 将这个所谓的野锡 把它判定成为正式判定成为大五轮锡的支流 如果连肉眼可见的溪流 都把它认为是天然野锡的话 那其实我们的防水计划里面 有相当大的缺陷 而这样可能会导致未来 像是七八年前那一场 把大五轮麦当劳整个淹过去的水患 会再度发生 不希望再次看到六二水灾发生 市议员林佩祥说 将在市议会提案建议 市府做好防汛措施 来确保沿岸居民生命财产安全 记者黄少民基隆报导